这是只有硬术猛男才能拍出的顶级动作片 你看他手指往下一招 兜里82年的滑刺竟腾空飞到了手上 这隔空取物的手法 连张无忌看了都自惨行费 对面暴徒不怕死 抽出看到冲杀过来 他高高跃起 离地百米 所有力量都汇聚在一刀之上 而这无可匹敌的一刀 却在他脖子十公分处戛然而止 暴徒将后打掉 突然怪力来起 把他拉往男人之后 众人还未反映 暴徒已经被打了三万多拳 接着他被高高抛弃 还没落地又被两脚踢回 敌人稳稳接住 然后一刀做掉 男人摸了摸脸上的热血 轻蔑一笑 四个顶级保镖显出身形 只要有他们在 男人就不会受到半点伤害 两混混召集领核办 保镖瞬移出现 一脚将他们干倒 接着二次瞬移再不一脚 两混混飞出百米 连防弹玻璃都被撞碎 男人只观望前 四周保镖打开杀戒 他们出手便是杀招 速度毫比闪电 短短三秒 一群大汗 连鼓斗都被干个心碎 混混头子间 手下惨死 心争一剑 六个保镖闪亮登场 他单手持喷火箱 火力全开 剑朔的身躯 原地旋转 让混混们知道 什么是360度 无子角的火力覆盖 而此时的男人 已经走到咖啡厅 喝上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任兵周围 枪声不断 他自挥然不动 就算保镖的喷子 在耳边炸响 他也跟笼子一样 没有任何反应 此等定力 就不是一般人 所能拥有的 这还不算完 此时混混头子 开车要走 油门踩到底 车子却纹丝不动 转头一看 原来是保镖 抓住汽车大杠 盯着500匹马力的发动机 强行把车子拽了回来 混混头子趴在男主 脚下求饶 回应他的 只有两把手枪子弹 到处完成 身边已经历的一成不然 这本威风淋漓的男人用一句话评论便是 但人多刹 虚拱手 护法金刚 也照眉眼 路边的女孩看到这一幕顿时放心荡漾 恨不得跟他当场结婚 男人有个响当当的名号叫帕拉 身边其境一归杀手保镖 自身站立更有万不难以之威风 曾为了救赎邻居小妹 他一人独闯黑帮 赤手空拳对战500大汉 他站在原地任由黑帮拳殴 熊熊燃烧的木棒 打在身上 他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轻轻抖动身子 江达的溪流 就把身边人震飞数米 扭转腰势 一拳打出 让人急速倒飞 电压箱被撞得火花刺剑 往后找击小罗罗 要是飞出百米之远 然后是铁刀弓 再然后是手臂中击 把人砸在地上弹袭 驱过头顶送一套骨折按摩 不怕死的小弟还着急下班 他直接飞起来 两腿各家一个 在半空中带着他们一起旋转 在最后扔出的背刀精准 割断绳索 离两只大事 刀刃触目三分 一生纵横江湖 打平机也太过辛苦 所以呢希望儿子 能够起舞从文 过上普通人的幸福生活 从帕拉出生的那一刻 他就把儿子 当成娇贵的公主培养 我的应付猛男老爸 帕拉只能装出 一副娘娘腔的模样 保镖们纷纷侧目 表示没眼看 白胡子却一脸欣慰 说他是自己的好大儿 可再完美的谎言 也要被拆穿的一天 这点白胡子带人到庙会祈福 突然两个杀手 做人群飞出 幸亏保镖 即使反应反而打成蜂窝 白胡子一边让保镖 带帕拉离开 一边应付冲过来的杀手 他双手接到 一招把杀手干费无名之远 反手挥拳 杀手当场暴毙 加着两人脖子一推 送他们赶赴皇权 此时一个杀手提到袭来 速度之快 已经没有人可以救驾 就在白胡子命选一件时 一只手握住了钢刀 白胡子惊讶 男人竟是自己软弱的儿子 更震惊的还在后面 帕拉大喝一声 额头的解除 随着而来的便是血腥轰炸 他拽过杀手 手机打飞 原底升空 抓住钢刀 一刀送他上来击贴 落地时的强大力量 连土地都为之颤抖 大大一声怒喊 震慑全场 他让情人站在自己身后 要杀自己的 就站到自己对面 杀势件人刀攒动 成群杀手 献出了真实 帕拉猛的一脚 尸体抱着而出 滑行百米才看看平址 杀手们撩起裙摆 跳舞助威 可在强大的力量面前 任何的技巧 都失去一张声势 帕拉一拳一个杀手 原地起飞 又有四人冲来 赶到刺破帕拉衣服 他扶去一阵 杀手四散飞出的同时 露出剑硕的肌肉 果果砍刀 来袭上步肘蹦 杀手直接飞出树面 专体三中 接刀冲拳 回身距离 双动出来 把小喽喽 砸出完美抛物线 又有四个不怕死的赶来 帕拉低头躲到 挥皮缠绕 两条胳膊比钢筋还要挺 猛的跺脚 连来四人腾空飞起 直接嘎啪一车 杀手头骨碎成的灯火渣渣 阿拉几身一双眼光射寒星 两道眉魂如七刷 强大的煞气 连身后的神明都未雨三分 杀手们一拥而上 阿拉一双臂抵挡五个冤种 被他缠上 拖行冲刺百滅之余 然后原地起飞 把杀手像玩具一样扔了出去 儿子的盖世人为白胡子 看得当场杀眼 阿拉又抢了一把大刀 在人群之中闪转腾挪 左右横飞 刀劫锁过之中 歹息了片片雪花 百十名杀手 被他一人独鹿带尽 阿拉扣住最后一人 问出幕后主使 原来是敌对方牌 哈德里 带上五大金刚刚门拜访 上去就是大嘴巴子 把老哈从卧室 打到十字路口 直到他半死不活 才顶了下来 阿拉没有杀掉老哈 而是让他带着仇恨 和不敢想聊 狗一样的活着 可巴拉不知道 老仇恨会摧毁一个人的心事 也会扭曲一个人的行为 老哈变卖了 唯一的别墅和家产 换来了一个复仇的机会 他知道帕拉的出处 也就是白胡子的 亲弟弟丧彪 基于白胡子的位置很久了 再加上白胡子为人正直 曾亲手把丧彪为非作胆的儿子 打成重伤并驱逐出境 所以他要跟丧彪合作 自己出钱请杀手 丧彪理应外合 就可以把白胡子拉下王座 那天是祭拜典礼 白胡子一家 闭眼膜拜神灵 丧彪趁机出手 一枪蹦着白胡子 杀手应征而出 把保镖进出解决 帕拉的妻子也没能信免 被丧彪一枪打出十米 跟帕拉赶来 只见满地狼藉和父母安人的尸体 他抱着妻子悲痛欲绝 老哈却赶来嘲笑 说这一切都是自己的计划 还得意地告诉帕拉 杀他全家的一共两人 一个是他的叔叔丧彪 另一个是谁 他绝对不会说的 看他小人得志 帕拉真想把他碎尸万段 跟老哈杀人如心 开枪自己 也不让帕拉有报仇的机会 转眼两年过去 丧彪成了享誉国际的大佬 帕拉则引进埋名 暗中搜寻叔叔的消息 过月他发现一个光头大佬 和丧彪有生意上的来往 于是他故意接近光头的女儿 兔妞妞 让他爱上自己无法自拔 当他时机成熟 他就向兔妞妞 坦白自己的目的 在他的深情表白下 大笑死兔妞妞 买通的父亲所有手下 亲手向老爹 送到了帕拉的面前 在严谨拷打后 光头同意引出丧彪见面 在交易当天 丧彪乘坐直升机到达现场 当他看到光头手上的纱布 一下猜到有埋伏 可悔着一晚 地平线上冲出无数台战车 从四面八方将他们包围 丧彪见识想跑 帕拉却开着牛顿的棺材板 闪亮登场 那一角油门 直接飞过直升机的螺旋桨 落地旋转五百圈 站到了丧彪的面前 谁料 丧彪突然笑了起来 本来丧彪早有预料 给帕拉来了个将棋救济 此时丧彪打来电话 说已经绑架了 他的爱人和所有亲戚 帕拉被带到别墅 刚进门就看到 手上的童鸟鸟 被踩在脚下的保镖 还有当年杀害他父母的凶手 他正要发飘 丧彪突然看向 打死了脚下的保镖 帕拉怒吼着冲上去 丧彪把枪对准了 旁边的童鸟鸟 帕拉松了 他咬牙切齿地告诉丧彪 如果你是真正的男人 就放下武器来一场公正的决斗 他说五分钟内 不管他是来一个人 还是一百个人的 都不会还手 一旦过了五分钟 他就会杀光所有人 欢迎刚录 一个光头跳了出来 他是当年杀害帕拉父母的杀手之一 他认为帕拉不足为惧 杀他用女人足矣 于是派出手下的五朵金花 五小花翻着跟斗出场 一脚给帕拉踢飞五米 又一脚打在脸上 帕拉原地旋转了三圈才 坎坎动力 五小花猛的一脚 把帕拉踩得口吐鲜血 下一秒帕拉站起上来 把五小花全部先飞 他接着嘲讽 女人根本就杀不了我 还是男人上网 周围大汉们轻找而出 对着帕拉疯狂输出 帕拉再一次口吐鲜血 倒在地上 刚爬起来又被迎面的两脚踹飞 他亮亮相降 身上布满了伤口 可不管怎么打 帕拉都能重新站起来 光头终于决定出手 对着帕拉的脑袋一顿猛踢 但力量之大带起的气流 将帕拉的脸吹得严重变形 下一秒杀手们从二楼一跃而下 对着帕拉的后背 一个猛烈轴击 帕拉没了动机 光头以为他死了 殊不知 帕拉的脑海闪现出曾经的画面 头恨的力量从体内迸发 怒火支撑着他 重新站起来 此刻有杀手来袭 凌空一脚在帕拉面前 无限放慢 回身一拳 杀手五脏六 寸寸崩断 还有人不怕死 帕拉简单的上钩拳 杀手倒飞出去 连带着后面的小金花 一起撞进了墙面 杀手们冲上来群某 帕拉简简单单的一拳 就把人打得倒立不起 接着肩膀一抖 身边几着全部弹飞 剩下两朵金花 不知死活 帕拉一嘴把子 送第一朵金花奔赴黄拳 腾空越起躲避攻击 再向后旋转 夹住金花脖子 重重地砸在地面 光头怒好一声 要来试试帕拉武力 帕拉直接跳起双膝 顶碎光头手臂 反手抓住双脚 生生掰断了他的脊柱 丧彪欲逃向还击 帕拉却顺移到他脸上 一头撞断他的鼻梁 保镖赶来 被一拳打飞 撞断两秒 丧彪儿子就把心血 一拳打出 跟帕拉的拳头 对在了一起 强大的群力 把他的衣服 顺顺绷绷断 暗藏的玄境 更是让他痛不欲生 回想起 七次惨死的场面 帕拉站立 继续飙升 抓着丧彪儿子 一顿猛追 丧彪在后面 一枪打出帕拉手臂 甚至换来 帕拉更加疯狂的抱负 他抓住丧彪的手 强行把手枪 对在他儿子的头上 让他亲手 送走自己的孩子 丧彪此刻提 味道彻骨的丧亲之痛 可帕拉的复仇 还没有结束 他一拳接着一拳 狠狠打在丧彪脸上 跳起来 太战压领 一拳打在丧彪的额头 然后抓着他 来到父亲的照片下面 彻底送他上了新天 送到仇人后 帕拉摊在椅子上 没了力气 电影到此结束 这部电影 作为帕拉巴斯 在巴护巴黎王后的新作品 延续了之前 逼格逆天 缩血缚活的开挂风格 动作场面脱离地心引力 打斗动作毫无美感 却总能给人一种 热血沸腾的感觉 难助威风凛凛 天下无敌 遭小人暗算 背负血海深仇 最后叮叮光光 完成复仇 这样的爽天 简直比爽文小说 还要过瘾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关注电影金山小 观看更多经典电影